Magic Box 英文里面我们要说太怎么样以至于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too的句型了 注意到我们两个too是不同的 第一个too是too太怎么样了 像是小朋友长太矮没有办法玩云消费车 the kid is too short too short就表示太矮了 后半部的以至于不能玩云消费车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接上too不定词 too不定词在后面再接上原型动词 就用来表示我们这个不能够 以至于不能做到的事情 he is too short to ride the road the coaster he is too short to ride the road the coaster 他太矮了以至于不能够玩云消费车 这个就是我们too too的用法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句子了 像是野兽城堡里面的衣柜婆婆呢 衣柜婆婆婆想要帮我打扮 但是呢她准备的洋装都太小件了 我没有办法穿啦 Those dresses are too small for me to wear Those dresses are too small for me to wear 太小件了人家穿不下啦 除了这个too too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soulet这个用法 soulet它的意思非常类似 也是翻译为太怎么样以至于怎么样 例如呢刚刚我们说的洋装太小 我们就可以使用soulet来改写 those dresses are so small that I can't wear them 这些洋装太小了 so small 我们呢就用sou来强调形容词 后半部呢以至于怎么样呢 我们就用that来连接另外一个子句 来描述造成的状况 这个soulet跟too too呢除了长相不太一样之外 要特别注意到了哦 too too的句型里面已经有否定了哦 即使呢我们没有看到not或是no在里面 但是呢它本身就已经表示了太怎么样以至于 不能怎么样 那以至于不行哦 但是呢soulet soulet没有否定了 后面的句子呢像是我们刚刚说穿不下 我们that后面的词句呢 就必须要用not来否定 所以呢在互相切换的时候呢 就要特别对于到他们两个人 小小不同的地方咯 制作人者在乒相多 mascu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